毒品害人影响一生 这句政府的禁毒口号 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 经过长久以来的大力宣传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明白 毒品百害而无一利的道理 说得没错 与毒品相关的案件警方非常关注 打击毒品罪行继续成为警务处受要行毒项目之一 任何人管有或服用危险药物 甚至返运毒品 都已经干犯了危险药物条例 是属于刑事罪行 知法犯法吸毒或藏毒 本身已经很不对 但有些人为了金钱的利益 竟然制造或加工毒品 究竟这些行为有什么后果呢 我们一起看看 毒品的祸害深远 大家都应该知道 吸食毒品本身已经是非常错的行为 而有些人更加为了金钱的利益 不理后果去制造或是分销毒品 他们这样做就已经干犯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 外府? 健哥 来吧, 为什么你住在这里 我住在这里 你住在这里吗?我不知道 你呢?你来这里干什么? 阿母, 来探朋友 找朋友?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这条村子我差不多都知道了 他叫阿华, 肥肥的 好像住在村口, 你知道吗? 阿华?我们这条村子好像没人叫阿华 是不是在隔壁村子的? 那这样, 先来问一下 阿华, 我到了天神村了 你究竟住在哪一栋? 行了, 你在村口等我 我过来接你 好… 他说在村口等我 那我带你过去 好 阿华 阿坚, 这个是谁? 阿母, 我女儿的男朋友 阿坚, 我有点事想跟你谈 坚哥, 我先走了 好 什么? 不好意思 阿華, 貨幣怎麼樣? 剛剛搞定第一批 現在準備做第二批了 你快點行不行?我急著要 我明白的, 我已經火速和你做了 不過只有我一個人, 差不多了, 你很明白的 你不是說找到一個人幫你忙嗎? 他去哪裡? 他來到, 又說不做 總之你在限期之前一定要給我 不然, 你好處為之 你來吧 最壞的是阿堅, 又說來, 又說來, 又說我不做 我還在做什麼呢? 熬夜熬得這麼臭, 一天熬夜熬 我沒喝過隔壁龍舌感受 龍哥, 不舒服嗎? 我沒有病 剛才我經過村口那間屋 傳出的味道很奇怪, 不知道熬什麼 我經過門口聞到我想吐 不是吧?那間屋沒人住很久了 那間屋搬走了很久了 是嗎?我不知道 待會你經過門口, 順便看看你搞什麼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見 這個阿華找我製毒很嚴重 我真的不敢碰你 這裡真的很臭, 不像煲中藥 小明仔, 你就住在這裡嗎? 不是, 剛才有街坊說這裡很臭 我路過就過來看看 不過這些味道像煮化學東西 好人好者沒理由在家裡煮這些東西 有不妥 還有這麼多鐵罐和膠瓶嗎? 全部都是化學品 難道阿華在這裡搞事? 你認識屋裡的人嗎?堅哥 他在製毒 製毒? 剛才那個阿華就是找你來製毒? 幸好你沒答應他, 堅哥 製毒這些東西會害死人的 不行了, 我要報警 不報警行不行? 畢竟他也有朋友 但我們也不能縱容毒販 影片中在家製毒的男子 其實已經干犯了危險約密條例 而他的後果是非常之嚴重的 Tester 是呀, Kevin 根據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險約密條例 說到任何人如果干犯了犯危險約密罪 一經定罪, 最高是罰款港幣500萬元 和終身監禁 而至於製造危險約密罪 更加是罪加一等 法庭是可以根據案情 施以一定程度的加刑的 Tester, 我知道我們警方早前 就瓦解了幾個製毒工場 和毒品分銷中心 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 當中的調查經驗呢 其實警方不時都倒破一些販毒集團 他們利用低密度 和保安嚴密的居所 或者屋苑作為 製毒工場和分銷中心 在這些製毒工場裡面 我們都找到大量的化學品 如果這些化學品不小心處理的話 是會影響到市民的安全 市民方面又有甚麼可以留意呢 警方想在這裡提醒和呼籲市民 如果在日常生活裡面 市民發現有任何住所 傳出刺備的氣味 或者煙霧 或者有可疑人士搬運一些化學物品的話 就應該提高警覺了 因為製毒過程危險 當中需要大量意言和腐蝕性的化學物品 處理不慎會發生火警 甚至乎爆炸 所以市民如果有任何懷疑的話 應該報警投助 警方重申 製造毒品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而根據危險藥物條例 向任何人提供危險藥物 或者提出會提供危險藥物 即使當中沒有涉及商業的交易 同樣是觸犯法例 市民千萬不要以身示法 大家記住 如果有人試圖引誘你吸食毒品 千萬不要抱著貪玩的心態去嘗試 因為當你一接觸了毒品 就後患無窮 是的 希望各位 尤其是年輕人 記緊要記得上述的竹谷 要有健康快樂的人生 最重要就是拒絕毒品 沒錯 而暑假就快到了 各位在學的青少年朋友 都要計劃一下 如何去善用這個長假期 是的 大家最好就是去找一些 有益身心的活動做一下 不要只留在家 對著電腦做宅男宅女 繼我說 就要約三五知己 一起去參加水上活動 去郊外遠足 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也好 不過進行戶外活動之前 要先注意安全 因為早前有一名青年 在海中浮潛的時候 不幸遇匿身亡 是的 如果不想落極生悲的話 大家進行戶外活動的時候 就一定要小心 在接下來的警訊 我們會為大家帶來 相關戶外活動的注意事項 大家記得留意 今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